赵总 你好 你好 坐 迪欧的曲弯弯小姐 你找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今天过来 是希望能够加入到兰真 在赵总明手下工作 我都不知道我有那么大魅力啊 我凭什么用你呢 我知道兰真和迪欧一直是竞争关系 我相信所有能够打击到迪欧的事情 赵总一定都感兴趣 我既是迪欧的经理又是他们的代言人 如果连我都跳槽到了兰真 我相信这对迪欧的打击一定不小 这算是个理由吧 但是 我觉得她还不够 我这里的位置 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我当然知道 我还可以助赵总一臂之力 助我一臂之力 你怎么助我一臂之力啊 我知道 赵总对迪欧的新产品 配方表非常感兴趣 皮特帮你做不到的事情 我可以 说来听你 皮特跟悠悠现在已经分手了 我想这个配方表她是一定拿不到了 但是我有 赵总您只需要给我一个位置 是 就是赢的了 有点赢 这是我的辞职信 你要辞职 没错 我马上就是兰真的副总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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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虽然没有理由 你怎么办 我会一直朝这个目标 不断地努力 不会放弃的 有进取心是好事 但更重要的是看清方向 如果你爬到了梯子的顶端 却发现已错了枪 到时候你怎么办 有时候人不应该想这么多的 谁能保证自己 能在顶端待一辈子呢 既然爬上去了 就应该好好享受风景 至于对错 就留给底下抬头仰望的人去说 没想到你还是选了另外一条路 在你看来是结界 但实际上你绕得更远了 就像皮特 其实我一直希望 你能够像刘瑞 像吉喆那样 徐总 我们不说这个了 人各有志 你看不惯我 我能理解 就像当初我刚进迪欧的时候 我也看不惯你 你仗着自己学历高 家庭好 能力强 做什么都高高在上 都那么骄傲 就连对我的好 也像是在施舍 可兜兜转转 我发现 其实你也不容易 你付出那么多 那么辛苦 可到头来你又得到了什么 也许在你眼里 赵天成 余曼妮 都不是好人 但对我来说 他们是贵人 是他们提前了我 给了我今天拥有的一切 所以人呢 可以看不惯别人 但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 你确实是成长了 也更适合职场了 这对你而言或许是好事 可是作为你曾经的上司 朋友 我反而觉得很难过 可能是我最近 比较容易多愁善感吧 我反而更怀念当初那个 什么都不懂得娶弯弯 以后的路你好好走 做你认为是对的事情 千万别再被别人理会了 许总 这句话你我共勉 作为曾经的朋友 同事我也奉劝你一句 有些话不要说得太慢 也许有一天 你也会走我这条路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说了算的 汪汪 你见过照片上的人吗 没有 对不起 我迟到了 不过这份工作对我非常重要 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 这么好的房子 我就是一个月的工资全拿出来 我也付不起房租啊 是你 加油 祝你好运 我会的 你也是 要一直好运下去 我以为了违背自己 被关系 我承诺就是要放给你 一次长途旅行 这么多年 你一定改掉了你的脾气 这么多年 我努力做到你曾经 跟我的满意 一只大鱼 能够给我抵着眼神的灵 早就跟你说过他 是什么样的人了 你还不相信我 现在看出来了吧 刘瑞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到底 你也是靠许诺 没有许诺 你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所以你有什么资格对我说三道四 还有 吉喆是我故意让开你的 就凭你一个女汉子 你觉得你争得过我吗 别理他 别理他 我真是不要理 好 起来 好难有趣的回忆 我能想祝福他们 偏偏似刻造眼泪 这是我还给你的 吉喆 你 我 吉喆你 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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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吉 你是全上海对我最好的人 也是唯一真心对我的人 我会永远借在心里 如果有一天你需要我 我一定帮你 若果汉 滚 许弯弯 我告诉你 当初跟你在街边吃饭的时候 我真没想到 今天会是这样一个结果 你做到了 你得到你想要的了 我恭喜你 但是说起帮忙 就不必了 你记得吗 你当初 指着一栋楼 你说那就是你想要的 你看那边 有那么多亮着灯的窗户 能不能有一个是我的家 一扇 在上海的明亮的窗户 是只属于你和你爱的人的 每天早晨起来 我做早餐 叫老公起床 我现在有了 是只属于我和刘瑞的 在情爱中叹不来 在情爱中叹不来 就放开 所以不管发生任何事 就算天塌下来了 我们也会互相扶持 我们也会一起度过 用不让你飞行 换了更好迈 不要着急去 要现实学过来 人多明白 看透了 爱情是越走乱越走衰 弄乎渐渐散开 算了 算了 没事了 就放开 要是会在你领终 就不轻怀 不用就痛快 既然死不了就咬牙 听过来痛快 有多坏 爱会在你风中开出 花来 老板 帮我来一个 油豆腐 一个海带 一个方便面 谢谢 帮你 你 我 不 我 我 你 我 我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依连按照里头的配料表 尽快生产出产品来 赵总 依连小姐说了 光有配料表不够 还得有样品 许小姐 你听见我秘书说的 光有配料表是不够的 还得要有样品 这件事情我就帮不到您了 但是 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 谁 许诺 我当你说谁呢 许诺 你当我是个傻子 赵总 您别着急啊 据我所知 在三年前 许诺把兰真的配方 给了是职责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事件哪有不透风的墙啊 只要想知道的事情 怎么会查不到呢 你们兰真 也有几个嘴巴不言的 可是我们迪欧已经签了协议了 对许诺没有威胁啊 这对许诺没威胁 对其他人有啊 有什么话不能在电话里说 非把我叫过来 好久不见啊 许诺 不怎么想念 你怎么脾气那么大呀 三十岁不到天天更年期啊 看来迪欧也不怎么养人嘛 赵总 就凭你之前做的那些事说真的 我要是你 我都不好意思约我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当老板 你只能替别人打工 你是不是闷得慌啊 我妈那广场舞队正缺人呢 要不我给你引荐一荐 算了吧 这样的美差 还是等你退休以后留给自己吧 没什么事我走了 别着急啊 我真有事跟你说 坐 最近新产品研发的事 让你很辛苦是吧 我警告你 别打新产品的主意 要不是我怎么喜欢跟你这样的聪明人聊天 我就跟你直说吧 我要你带着新产品的配方 回来拦着你 赵总 我说你是没睡醒还是得了妄想症 咱有病治病行不行 我可以给你找最权威的专家 但你别再耗我时间了 我真得回去工作了 你先看看这个 你先看看这个 这事都过去三年了 我跟这事都过去 你白痴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不能再追究我的责任 你还想拿这个威胁我 什么威胁不威胁 说的我就像一个 DP流氓似的 好歹我也是个生意人 我怎么能干出 这么不入流的事情 我是在收拾资料的时候 不经意地看到了这个东西 看在老公的面子上 想过来给你提个醒来 这合同里面清清楚楚 白纸黑字地写着 迪欧赔偿兰真 新产品开发所有的损失 而且里面还附加了 不追究你责任的条款 所以也就证明了 迪欧当年用不正当的手段 偷走兰真配方的这个事实 对不对 你看看后面的签字 这后头谁签的字 是林凡代表沈志泽 过来签的字 你可以回去问问林大壮 我要是把这个东西 往法院一地 再找人吵一吵 制造一点舆论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 让沈志泽 把你三年前没做过的牢 给做回来 可是这上面 以清清楚楚地标注着 你不能再追究责任 你要是上诉的话 你自己也会受到欠 对了 我还真有点害怕 就算是收钱年 我也是收海放 兰真当初花了那么大的心血 投入那么多的精力 结果呢 全被你们给毁了 你们毁掉的 是一个我想要建立 化妆笔商业结果的梦想 我等了那么长时间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就算把我自己打进去 我也要跟沈志泽同归于尽 再让林方陪葬 让你们整个精陪葬 这是什么 报应 报应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事出来以后 后来你又留下来 留在了兰真 又替我工作了三年 也帮我创造了不少的价值 其实我赵天成 也不是一个说 不讲情谊的人 我就给你一个当圣母 去拯救他们的机会 带着新产品研发的配方 回到兰真来 这个事情 从此以后 我就不再追究了 你听好了 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 不过别怪我不给你提这个心 机会 只有这一次 我要是把这个东西 就往法院一顶 制造一点舆论 我就不知道能不能 让沈志泽 把你三年前没坐过的牢 送回来 我也要跟沈志泽同归于尽 再让林方陪葬 让你们整个精陪葬 真 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 不过我要提醒你 机会只有一次 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 好 女士你好 请把车窗摇下来 好 这个路段不让停车 赶快把车开走 啊 对不起 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赵天成 赵天成他 他对你怎么了 他把曲弯弯拐走了 你太善良了 你是担心他去了兰真 会变成第二个赵天成 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这是他的决定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对吧 对 你太累了 等过一段时间 事情不能超多 我带你去度个假 我带你去度过 你干嘛 心不在焉的 走路都不看路 你干嘛呀 吓我一大跳 我还以为变态 变态 像我这么帅的变态 就是便宜你了 你找我干嘛呀 这个 我老爹说你最近太忙了 太累了 所以呢 就特意给你煮的补药 帮我谢谢林伯伯 你说 你说这奇不奇怪啊 我说用保安杯就好了 她非要说要用我灌装着 说这这样的话 要保持她的药效 我就一晚上 一直把她捂在这怀里 怕她凉 这么大个婚女说 她是不是在耍我呀 林凡 我不知道你对我怎么好 你今天怎么有点怪怪的 我告诉你啊 对你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了 如果你觉得 这给你带来负担的话 那我改 但这改呢 也是需要时间 还需要过程的 以前你老爹 都说戒烟戒了四十年 你看那戒掉了没有 所以啊 你不要想着让我 悉心革命重新做人 这个 那还需要过程的 我只是觉得 你一直对我那么好 为我付出那么多 可我从来都没有为你做过什么 有时候我就在想 要是我从来都没有出现在你生命中 那该有多好呀 你记住了 你不需要为我做任何事情 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就是为我做的最好的事 好 赶紧把药拿着 回去趁热喝啊 嗯 这个天冷了 会把人冻啥的 走了 志泽 林凡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要对我这么好 我该怎么办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咱们这次赢得真是漂亮 有白忙碰了一场 还替咱们做了假仪 赵总做生意 总是出席不赢 他的心思 那能猜也猜不到 那能成大事的人都这个 赵总 皮特 怎么了 有什么事 赵总 我准备好来兰真上班了 这卡里五十万 够你消灾了 赵总 怎么了 您可能没明白我的意思 我 我 我需要的不是钱 我需要的是一份工作 这钱还不够你花呀 皮特 说句老实话 像你这种吃里爬外 见谜忘义的人 你说我怎么能让你到我的公司来 换个角度 你是老板 你会用我这样的人吗 会吗 什 什么意思啊 耍我 皮特 说句老实话 我现在给了你五十万 那是因为我赵天成讲的一切 换别人 肯定一个字都换给 皮特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一个职场的规矩 如果你想跟定一个老板 必须一根到底 两个字 忠诚 你出卖你的老板 把他的东西给我 我哪知道有一天会不会 出卖我 把我的东西再给别人呢 赵天成 我告诉你 我为你做了多少事 你心里清楚 你现在想把我一脚踢开 我告诉你门都没了 你答应过我 让我当总经理 你必须实现你的承诺 有白纸黑字吗 你有证据吗 谁证明 谁证明 我 三长 你想打我呀 你从这儿来 你敢吗 你敢吗 赵总 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给我一次机会 我这一座小庙 容不下你这一尊大分 容不下你这一尊大分 令谋高久了 我这一座小庙 容不下你这一尊大分 晓鸥 你 你 你 想什么呢你 要敲半天门没人要 我去办公室没人哪 你进我屋你还学会敲门了 真不容易 以前是不能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万一你要是跟沈总在办公室 想什么呢 怎么了 在办公室里面谈工作 思想太骚脏 看你这脸色不太好啊 是不是昨天晚上跟沈总聊工作 聊了一宿啊 谁思想骚脏啊 好了 不停了 走 吃饭 你去吧 我不饿 别呀 你就是当个女强人 也得盖加油 加油 赶紧吃饭去 快 说真的 我手头上还有工作呢 我得整理文件 你跟小吉去吧 我整理完文件我再去 有事瞒着我 什么呀 怎么可能 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 你要有事情瞒着我是绝对不可能的 说真的 真的没有 你想多了 算了 反正我也知道了 你知道了 你 跟沈总约好了去吃大餐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跟我说的 这都被你知道了 当然了 不管怎么样我也算个事留半心 好吧 好 别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 下次我也要狠狠地宰他一顿 你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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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有时间吗 许总 我今天来是跟您告别的 我要离开上海了 回老家 在这个城市呢 我没有什么朋友 称得上朋友的 基本都在迪欧 不过我估计他们现在也都不愿意见我 包括南姐 她认为余总被流放 我有很大的责任 您一定觉得很奇怪 我要走就走 干吗来跟您告别呢 我并不觉得奇怪 我反而觉得挺高兴的 或许我们谈不上是朋友 但即便是敌人 在离开的时候 对对方那有一丝留念 也挺让人开心的 谢谢许总 我大学毕业就来到这个城市 我在这里奋斗 升职 交女朋友 可以说我的青春都在这个城市 我看着迪欧变大变强 又变弱 当然这中间 我有很大的责任 我也同样看着自己一步错 步步错 但是回不了头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特别正式地 跟您说一声 对不起 其实我离开迪欧以后挺惨的 我的名声在业内已经传开了 没有公司敢用过了 我的积蓄呢 也都花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还一直提醒自己 我没错 在职场上打拼 如果没有这种是非置之度外 一心只想成功的意识 还有什么资格去谈成功呢 但是 无论我怎么安慰自己 劝自己 我心里都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 这是真的吗 如果不是我的错 那这一切到底是谁的错呢 终于有一天我想明白了 我可以骗得了全世界 但是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能够明白 明白你现在内心的煎熬 但其实你现在明白过来 还不算吗 不一样了 许总 还有最后一件事 是不请之请 你说 麻烦您多关照一下悠悠 这么多年我做了不少错事 但是 让我一直觉得欣慰和不后悔的就是 他没有烫到这滩浑水 虽然我做得远远不够好 没有给他想要的生活 但是我尽力了 其实你们的事情 在你离开之后 我听大家讨论过一些 哪怕你为他做了那么多 最终你们还是没能在一起 你不后悔吗 不后悔 其实悠悠不是你们看的表面那样了 她真的很好 她只是选择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她离开我呢她会更快乐更幸福 我觉得 就 就没有比这更值得的事情 因为我 我真的很爱她 是谁 是谁站着墙壁 涂得这样夜里 还有谁习惯把照片依旧唤醒 怎么这一切我都是 是你 是你 回得过泪虫 留下了叹息 不信这爱念的风景 我就怕我以后不再上海了 她能不能好好照顾自己 我看谁放哪里和你 我云 我知道我这里都是瞎糟心 但是还是希望许总能答应 我答应你 谢谢许总 好 那我就先走了 以后欢迎许总来我的老家玩 我一定去 对了 你一定能多提防赵天成 他一心想要拿到 迪欧新产品的配方 多加小心 我知道了 一路顺风 你一直长途旅行 这么多年 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冷静 还好冷静 让我更加坚定尊重决定 这才是一道理 不是证明自己无能为力 我不承认你满脱精彩 故事结尾也始终败 就像你离开我这么简单 那眼睛不当回事看待 越是过分你爱 空的未来 那是填补空虚的心态 早该明白醒过来 在情爱中叹不来 放就放开 就放给自己一条活路来 痛就痛快 痛到最深处分而更口迈 不要这些去 买咖啡吗 走吧 眼睛怎么那么红啊 隐形眼睛隐形吧 走吧 涵咖啡 走分开 要学会在你令中 这不清欢 痛就痛快 小语 如果换做师妹 也会拼能命地想要守护她 爱会在烈风中开除 还来 儿子 记住啊 这个箱子啊 在送捡的时候 只能跟少部分人接触 来来来 至于吗 也就是你把它当宝贝 你看你就不懂了 当年你爷爷开药方的时候 掉了地上那一点药渣 它都要捡起来 以现在来说嘛 那就是叫商业机密 知道了 谁要来抢他 磨来杀磨 佛来挡佛 就算我清洁来要 我也不给 你这说得好 不对 这 这是我的东西 为什么我都不能拿 我打个比方嘛 原来那我走了 你自己保护好身体啊 老是让我养生 你自己忙下几天气也不睡觉了 到时候 就算这晚上值十几个亿 把你累没了 我要这些钱有什么用啊 那跟我斗死别人都没有 对 儿子啊 不瞒你说 你说这个话老爸爱听 我给你讲你放心 这个等这个产品生产的时候啊 我呢天天躺到床上睡觉 行 为了林老爷子龙体 小儿我先出发了 拜拜 我送 好 怎么样 最先要没取回案了 我马上去送检 下面就查个体测试了 送检的事一定要谨慎 我爸也是你放心 我爸都跟我盯住八百遍了 我跟我妥妥的 还是我去吧 你去我可不放心 万一在路上被哪个小姑娘 用美人计拐走了 林伯伯要气吐血了吧 你们这可是赤裸裸的偏见啊 我有那么不靠谱吗 我告诉你 就算有姑娘来 我也是先把这事给办了再说好吗 所以啊 那就不能耽误你 还是我去吧 我去雨了 我去 你 你盯商标的事情 商标已经送去了 这两天就有答案了 那个体测试呢 个体测试 行了 明白了 有点来去吧 你就负责个体测试 好 我知道很多事情 你都想情理情为 但是你要注意事 你不要再累了 送检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到了最后 各位打个电话 嗯 那我走了 不是 老大 那 不是 你哥们儿还在这儿呢 你就对姑娘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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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腻呗 哎 你兄弟我也很累 我也很需要休息了好吗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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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傢了门锁的商标身侵被打回来了 为什么 重明了吗 不知道 之前我们预申请的时候 没有任何问题啊 还是有可能的 预申请跟正式申请 中间有段时间差 可能是这段时间出的问题 太倒霉了 这个名字不能用 还得重新想 我刚才给我爸打了个电话 被他骂了一顿 他就认识这个名字了 坏什么都不好使 当然了 这是伯父跟许诺 好不容易想出来的 许诺回来没啊 没有 他说送钱完了之后 要去研发中心 亲自听的个体测试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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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啦 尝尝吧 这是我特别为你制作的 许氏热狗 这是 这么久一来 让你受委屈了 从今以后 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相信你 保护你 只要我们彼此相信 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能克服 你 她差不多应该 今天就回来了吧 最近她挺辛苦的 你是不是应该 请吃一顿好的 我最近特别想吃德国菜 这什么逻辑啊 我应该请她吃一顿好的 跟你喜欢吃的物菜 有什么关系 许诺喜欢吃火锅 还有啊 商标的事先别告诉她吧 她最近已经够辛苦了 如果再告诉她这件事情 她又要开始焦虑 忙着想对策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那我让策划部的同事 再去想一想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在网络上 搞一个有奖征集 别小看现在网友们的智慧 可是无穷大的 到时候一定可以 想出一个更好的名字来 到那个时候 再跟许诺说 可能对她打球会小一点 那就这样吧 不许诺说 你 没你 既然这九霸叫随心所欲 那我就随心所欲地 Pode 尽你一杯 我给你 想什么呢 你有病吧 你再说一遍 姐姐姐 你说什么呢 你要好好说 想占姐姐便宜是不是 我告诉你 随心所欲 你以为那么容易呢 人生要真的那么容易 这世界就乱跳了 懂不懂啊你 什么人生啊 你以为命运掌握在女生里 你错了 怎么了 回接电话 她不是已经回来了吗 她难道还在研发中心忙着哪儿 我说又给那边拿着呢 把青春线给身后那座 辉煌的都市 为了这个梦 我们付出这代价 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珍惜 你干吗啊 怎么呀 你不是连你啊 送了 醒啊 好 像插一手啊 什么情况 插一手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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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一手 插一手啊 私奔 本向最遥远成真 想和你私奔 却做最幸福的人 研发中心的人说 许诺没有拿药品过去检测 什么 你怎么没在 他该不会出事了吧 本向最真心的姑娘 你陪我歌唱 陪我游浪 陪我表白巨像 你手不达我 你手不达他 到现在 我才突然明白 我们委屈 是真爱和自由 你不想 她不在公司 也不在公寓 你说她也不在研发中心 那她去哪儿呢 喂 群诺 你好 这里是随心所欲酒吧 这个手机的女主人在这儿喝醉了 你们酒吧在哪里 酒楼 她今天没有带样品去做检测 还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从来你也见过她这么疲于不堪的样子 你好好照顾她 我先撤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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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餐桌上 记得吃一点 你昨天醉得太厉害了 牙羊胃 要是太累 就在家休息 不用来公司了 许诺 虽然我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是你放心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 不让你受伤 志泽对不起 我要让你失望了 原谅我 我不得不这么做 汉芳焚草这名字多好 怎么就不能用呢 你也别想饿饿了 你那既然已经用了 咱们赶紧想一个好的吧 汉芳本草 要么改成谷芳 谷芳跟汉芳一个意思 跟卖假药似的 谷芳 有点入土为安的意思 要么 本草 白草 改成汉芳白草 怎么样 商标注册相似度过 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 你改了一个字 还有百分之七十五十重的 再想个别的吧 而且这个系列是林凡 他父亲是以宫廷一方 这个事为基础的 所以咱们的名字 还得跟宫廷有关 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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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廷御医 御医堂怎么样 还是像药店的名字 那不然御医堂 后面加个本草绘 御医堂本草绘医堂 我们百草绘 这个挺好的 还可以 不好了 不好了 出事了 快 快 你们快看 那个兰真的光了 你们看 好 好 你看了过往没 气死我了 我要准备律师函 我要把兰真告破产了 但是兰真抢出了 汉帮本草的商标 这是继承的事实 是啊 他们抢我们商标就算了 是吧 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 研究出了新北方 什么什么 宫廷汉方 独家秘方 这么摆明的针对我们嘛 还有你看最后那几行 这不是给许诺泼脏水嘛 职场女神 高调回归 独具慧言 认准了兰真的潜力 他怎么什么都敢写啊 我说你能说句话呢 这事不知道许诺知道了没 我先去找她 我得稳住她 以她的个性如果知道的话 可你得跟老赵拼命 这事不知道许诺知道了没 不许诺 不会吧 肯定就是在造谣 我觉得不可能 不会觉得不可能的 许总 许总 陈诺 你来的正好事要去找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老赵是疯了吗 搞这么大阵仗 你说吧 你要怎么还钱 我来帮你搞定 敢这么造谣 欺负我们迪欧没人啊 晚上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来办理离职手续的 马上就要回兰真 在迪欧的这段时间 我过得很开心 感谢各位同任的关照 沈总 沈总 你刚刚在楼下说的 什么意思啊 你要辞职去兰真 你还在跟我开玩笑呢吧 怎么了 我不能辞职吗 我签了卖生气的 别闹了好吗 发生什么 为什么要辞职 难道兰真官罗上面说的 都是真的 那些样品我没有拿去送捡 而是直接拿给了赵天成 你说什么 我完全想不到 有什么理由你可以这么做 赵天成对你做了什么 你告诉我 赵总对我很好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 你疯了吗 许忠 到底发生什么了 谢谢沈总 这段时间对我的关照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我来迪欧前对你说过的话 当时我就嘱咐过你 对我来迪欧的理由 要保持好奇心 不要有大跌眼近的一天 看来沈总把我的话 当成耳旁风了 等等 你叫我相信你 我做到了 所以我现在相信你 你是在开玩笑的 你是在动我们玩吧 对我来迪欧 我来迪欧之前 还真没有想到 我来迪欧之前还真没有想到 伟大的沈总还有这样一面 不管我说的什么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发过誓 当年被你毁掉的滋味 我要让你亲自尝尝 当年被你害得失去的一切 我要一样一样地拿回 现在我做到了 谢谢你搭台 让我来迪欧 我玩得很开心 我要回去了 玩儿 你来丢是玩儿的 什么呢 你怎么回事啊 你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这个我以后会跟你解释 哎 啊 你 许诺 我不相信你是因为三年前的事情 在报复地位 信不信由你 你就算是勇气不能挑这个时候 你知道我们现在和法方的关系很紧迫吗 林凡 有这个时间跟我啰嗦 你还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危机公关 你先出去 我有话跟他说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盛总 真的还是假的 难道你自己没有判断你吗 难道我现在推翻我刚才说的话 你就信了吗 别幼稚了好吗 我相信你 我可以当你说的都是真的 从你见迪欧的一天开始 这处新纪律 想要拿回你所失去的一切 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的感情呢 也是你生气的 你不会天真到以为我真的爱你吗 你听好了 我最后再说一次 我对你 从来就没有动过真心 我不相信 这什么东西啊 你买来送给三岁孩子的吗 相信了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 看清楚了吗 我先来 信了没有 你为什么要这样 我早就受够了 你不会只是会躲在镜子后面 窥视的男人 可笑的是你看了这么久 还是没有看清楚 我是什么样的人 竟然以为我会爱你吗 行动 现在信了吧 现在信了吧 我会努力让你看到 我有能力 也有职格 和你一起把敌欧队作了 你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啊 碰到的男人都是你 我也是恩怨分明的人 我的名字叫许诺 是一诺千金的诺 不是唯唯诺诺的诺 你怎么办 上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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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下 上甲 的 你 你就没有什么样跟我说了吗 你有苦衷对不对 这不是你的本意 对不对 这就是我的本意 我也到了 该回兰真的时候了 你到底怎么想的你啊 我们好不容易在迪欧 创出了这么多业绩 你现在突然间说走就走 你有没有想过沈志泽 我连半天的衣服 都已经选好了 你现在跟我来这处吗 你现在跟我 也没什么可说的是不是 不是的 我一开始来迪欧就是个错误 现在也到了该结束的时候 之前是我糊涂 现在不是你糊涂 是我糊涂 而且我不止糊涂 我是脑子里面浸水的 才让你这样耍得腾腾腾 刘芬 你别这样 这是你的选择 我管不了你 我不知道你在这中间 到底耍得是什么东西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你后患了 你别哭着来找我 刘芬 我们还能做好朋友吗 我也不知道 好 你在这儿都坐了一晚上了 一句话都不说 你到底怎么想的 你好歹说一声呢 现在整个公司 甚至到整个行业内 全都震惊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 我知道你烦 你难受 我也一样 我又没有想到许诺怎么会 做出这样的事情 可是 可是总觉得哪里有问题 不应该这样的 好 你不愿意说也可以 你从中午到现在 什么都没吃 走 走 我下面给你吃 你俩 这早 我听到公司出事了 就从意大利赶回来 你不要担心 我会陪着你 我会帮你想办法 我看到你难过 我比你更难过你知道吗 明天我去搞定法方 跟他们解释清楚 稳定他们 然后再搞定研发项目 谢谢 我一定会让许诺付出代价的 帮我打卡 许总 你 我来上班 谢谢 上班 怎么回事啊 许诺 许总 继续 你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 真是 弯弯 取弯弯 取经理 你在这里迎接我 来欢迎一下新同事 好 不对 应该是旧同事更合适吧 多好 职场自古以来 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 只要娶经理较之顺口 怎么着都行 徐总监 你还是这么会说话 记得我刚离开迪欧的时候 你曾经劝我 要好好走自己的路 不要再让别人利用 徐总的话 我可是时时刻刻地挤在心里 不过我的话 你好像当耳边疯了 是啊 我脑容量太小了 无关紧要的事情和话 听我就忘了 那我再提醒你一次 我曾经跟你说过 也许有一天 你也会走我这条路 不是所有的事情 都是你许诺说的算 我马上就要被升为副总了 以后你就是我的直属下棋 想想你堂堂的许诺 马上也要常常被别人 踩在脚底下来送 我这心里啊 还真是有点小激动了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 你在后悔当初帮了我那么多 觉得我忘恩负义 随便你怎么想 自从我进了兰真之后 我才知道什么叫为自己 我再也不用看你们的眼色 过日子了 曲总啊 其实你开心就好 别说 我还真的很想尝一尝 被别人踩在脚底下的滋味 毕竟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 不如曲总你经验丰富 许诺你 来 坐 你赢了 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 这样你满意了吧 什么叫想要的一切都得到了呀 这些东西原本就是我的 这叫物归原主 物归原主 对 我在你眼里 不过是个物假罢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再怎么拼命 都只是你和迪欧之间的一枚棋子 老赵 我特别想问问你 你看中的真的是我这个人吗 当然 不是 你这是老板心态 你只不过把每个员工 都当成了你的私有物品 当初我辞职 伤了你的自尊 让你觉得你的领土受到了侵犯 但是现在东西我都给你拿回来了 人也站在你面前了 你该兑现你的承诺了吧 许诺 你可以说我是一个狡诈的商人 你可以说我说话不算话 但是我对你 我从来都会兑现我的承诺 资料在电脑里头 眉犯现在基本上 在啊 此外 没有办法好好工作 你当我辞职也好 休假也罢 反正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一切 我必须要离开一段时间 许娜 许娜 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才 你今后能够成大器 但是你的骨子里还是一个小女人 你缺乏一个狠劲 我很不认同你这种心态 但是这一次我理解你 你走吧 他那种心态 你咱们这种心态 我认同你 你不是温暖的吗 真的是温暖的吗 你下水温暖的吗